這個章節我們要講的是在Wordpress的網站怎麼樣掛入臉書的留言板 什麼叫臉書的留言板呢?就是在每篇文章的底下 Wordpress本身都有他自己的留言板 但是我們想要新增臉書的留言板 讓網友的留言能夠讓網友他們的朋友可以看到 這樣就可以進而增加你自己這個Wordpress網站的曝光度 好那我們到這個外掛裡面來安裝外掛點下去之後呢 會到這邊有一個搜尋框 你就輸入Facebook comments Facebook comments 那你搜尋出來的結果呢 按Enter然後搜尋到結果你會發現 這邊有Facebook comments 不是這一個 那你再到底下來找一下 這個也有一個Facebook comments 那我們要講的是這一個 那你看最近的更新在三週之前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它這個外掛有很多比較類似的 那我們會去講比較常用的 那你看這個下載次數就知道 蠻多人的 剛剛這個才 這個 最近更新在六年之前 所以 呃 不要一看到字一樣你就直接下載 注意一下 作者是Alexmos 這個才對 然後按一下立刻安裝 按確定 好 如果你是安裝在虛擬主機的話 不一定會出現這個畫面 那我這個是會做再次確認 所以必須去輸入FTP的帳號密碼 然後不管就按繼續就對了 那如果你沒有出現那個畫面的話 會直接跳來這個畫面 那你就直接按啟用外掛就好了 好啟用外掛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個外掛 已安裝的外掛這個目錄下呢 會出現Facebook comments 然後會出現Settings 做設定 按一下Setting做設定 然後出現這一頁Facebook comments的設定 它會請你輸入你的email 這個email可填可不填啊 因為這個email主要是 訂閱它電子報的意思 它如果有最新消息或其他資訊 它就會寄給你 然後底下這個重點 就是你必須去設定你的Facebook APP的ID 因為它必須去知道你的身份 所以你必須去Facebook那邊去 申請一個APP的ID 那怎麼去申請呢 我們直接按這邊 Create an app to handle your comments 這邊按一下 它就會幫你連到這個臉書 臉書 那因為我已經登入我自己的臉書帳號了 然後你看我之前就 就新增了這麼多個APPID 那這些APPID呢 主要就是跟某些網站去做整合的 所以它可以去新增很多個 沒有限制 像我之前有很多個網站 每一個網站我都申請了一個APPID 那現在呢我們去新增一個 Add a new app點一下 然後我們就選擇這個網站就好了 因為我們是要加在網站裡頭 然後它會去問你說 你要選擇既有的還是自己新增一個新的 好我命名一個新的 好那我那個網 這個名字是你自己看的到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是自己的 好 然後就Create a new Facebook app ID 按一下 那我們現在是要做一個新的 所以你要記得按for 然後呢選擇一個類別 類別其實只是讓自己知道一下 這個網站我主要是做什麼 好 譬如說我這個網站是放影片教學 我就放影片好了 然後就開啟一個 建立一個APPID按一下 好了 然後這個已經出現了 它這邊有告訴你說 Set up a Facebook SDK OK 這些東西 好 那這些東西 目前我們用不到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就好了 好把你的網站打上去 那我們是在哪一個網站呢 剛剛我的這個網站 等於說這個外掛 我們掛到哪一個網站 你就把它Key進去 然後它手機版的網址有沒有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Opress都是自適應網站 它會自己去變換 所以不需要特別網址 因為有的網站的手機網址 它會是前面可能是一個M 我們不需要 我們這個Opress很棒 它不管是這個網址或這個網址 其實是一樣的 它會自己變 不需要手機就另外一個網址 好然後就下一個 然後它底下是跟你講說 你已經建立好了這個App ID 然後你可以去跟其他的網站 還有做測試 這些分享 登錄 社群外交元件 廣告等等的 可以去做整合 那這些我們現在都不需要 那你就直接按這個 skip 跳過 好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這個就是 App ID 我們要這一串 App ID 那你就把這個App ID 複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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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右邊這個 App Secret 就是這個密碼 有些應用程式 有些那個外掛 它會需要這一串密碼 那你可以按Show 然後把它Copy起來 那我們現在這個 要介紹的 Facebook comments 外掛 它只需要這個ID 我們就把這個ID 複製起來就好了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網站去 好 我們回到剛剛這個網站的後台 然後把這個App ID貼上去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底下 我們就把它拉到底下來 那沒有講到的部分 你就保留預設值就可以了 那Language這邊呢 你去選取中文 這邊 剛好是最下面這個 Traditional Chinese 台灣 然後呢 這一個 comments 這個title 這個comments 你把它改成中文 Facebook留言 好 然後再來呢 底下 這個comment text 你把它改成 折留言 因為它會跟在那個 數字的後面 譬如說有3 它會寫3折留言 所以就這樣寫就好了 好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按儲存變更 但是在儲存變更 但是在儲存變更之前呢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目前的前台長相 本來是只有 像類似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這樣子是 那個 Wordpress它本身的留言 文章底下的留言系統 像這樣子 本身底下的留言系統 那一旦呢 我們 裝了這個外掛 然後把它中文化之後呢 按儲存變更 你會發現 它的上面啊 這邊 Facebook留言 多出來了 剛剛申請的Facebook App ID 那個應用程式裡面啊 我們還要再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把它做啟用 就是本來我們在這個Dashboard 這邊嘛 這個ID 然後你必須再到這個Status and Review這邊啊 然後把它按ON 然後你按 像我現在按的時候 因為現在是空的綠色圈圈 我們要實心的 實心的才是已經正式啟動 那我們要按這個ON的時候呢 它顯示說 You must have a valid contact email 就是你必須有一個實際存在的email 好 那在設定的地方 你要去填你的email 使用 使用 好 這邊填你的email 那這個email呢 我們會建議你就填你 你的那個 臉書的 申請臉書的那個email 建議啦 然後你的Domain 就是輸入你那個網站 這邊我們也填一下 好 Enter OK 那 Save Change 儲存一下 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回到 Status and Review這邊來 好 這時候呢 你看它那個警告標誌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Yes 好 這時候按確認 好 那時候 這時候已經變成綠燈了 就表示這個應用程式已經可以使用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這個Facebook的這個comment 我們到前台去看一下 好 這個comment 去留言的時候 好 有網友在你這邊留言的時候啊 好 我現在用另外一個Facebook的帳號去 去做那個示範給你看 好 像如果在這一個 這個網站的文章裡面 我隨便到手上去隨便挑一張文章 好 好 隨便挑一張文章 好 當我隨便挑一張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底下就會有個Facebook留言 然後 譬如說我在這邊留言說 嗯 很好的文章 然後這個訪客 按下留言之後呢 他底下就會出現他的留言內容 那好玩的是呢 他這個訪客他本身自己的 自己的臉書的首頁啊 你看也會跳出很好的文章有沒有 會出現在他自己的留言版 自己的臉書 那這好處就是他的朋友也會看到 那他朋友一旦看到 點下去之後呢 他又會連到這篇文章來 那就增加了你的這篇文章的曝光度 還有這個網站的曝光率 那當然網站的曝光率如果越高的話 而且文章寫得不錯 人家願意看停留的時間越久 那對你這個網站SEO 搜尋情優化就會做得越好 越容易被人家被搜尋情搜尋到 被訪客去搜尋到 那這一節我們講的這個 Facebook comments的外掛呢 使用方式就是像這樣 小朋友們